它是寵物鱷魚 所以我對我的寵物都是很用心的照顧 昨天就是不小心的就跑出去了 這隻是眼鏡凱門鱷 然後它已經24歲了 鱷魚的名字叫小鱷 看著門外一副很想出去的樣子 然後它就真的出去了 它是在怎麼樣的狀況下跑出去了嗎 當然就是門內關好啊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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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躲到對面車子 底下 它到那邊去 對 對 然後有人經過看到 有人 他們這幾個人有發現它喔 你看 對啊 然後看手電怎麼走 嗯 所以它有看到它走進去 三個路人看到鱷魚快步逃離 然後小鱷繼續逛大街 前天逃家 到現在都不見蹤影 他就是寵物鱷魚 所以我對我的寵物都是很用心的照顧 昨天就是不小心的就跑出去 我也不是故意要讓他出去 而我也不是故意要讓它出去 小鱷的名字雖然有小字 但身長有130公分 主任很著急找了里長幫忙 發動巡鱷 啟事 整個竹北市人都在關切 貢獻小隻還可以 如果找到那會不得了 許願我也是很寶貝 我們每個寵物孩子 那我們這幾天我也都在找 那也很多單位也一起來幫我找 你這樣拖包都不得了 因為是換鱷魚下去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避住 所以他又有可能直接 撐不去 換鱷魚也可以 可是因為我們看過這一條 裡面都沒有 我們現在是用水路的方式 看到排水溝有切 拿幾條水路的部分 他的棲息地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邀請說 我們那個動保的志工 還有新竹縣防疫所 這邊也都有參與來幫忙 那現在就是需要耗時人力的部分 要花時間要把它找出來 確保我們市民的安全 招小鱷的任務 如火如土地展開 周邊監視器掉了一輪 昨天晚上有短暫發現他的蹤影 在7點10分的時候 看到他走到對面的 光明14階的空地 那他沿著摸自行 我就走到土地公廟旁邊 班子園主地公廟旁邊 的排水溝往下走 灌水沒用 趕在河邊放置又補籠 沿線水溝都放了 小鱷愛吃的生魚 小鱷還不打算回家 搞得人心惶惶 四處喊話要大家放心 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請聯絡我 然後不要太過於害怕 因為他其實這隻的個體 他的攻擊性 攻擊行為是比較沒有的 然後他是比較膽小害羞型的 所以可能看到人會逃跑 不至於會攻擊 土拔中心 這種事情當然是我的疏忽 我也不希望發生 我現在只希望可以趕快把他找回來 報到 字幕字幕製作 李宗盛